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接着呢 今天来学习第九章 Chapter 9 叫做Accessible Trading Income 那这一章呢 我们也是简单的先来看一下 Exam Guide 这一章其实非常的重要 在整个的考试当中 它也是一定会出现题目的 那么 Likely to have to deal with computation for I Incorporated Business 我们都知道是这个 Soul Trader或者Partnership 它都叫做 I Incorporated Business 在Section A B C 可能都会捧到 B当然我们说还是少一点 更多的还是应该是在 A选择题或者是C里面会出现 那Maybe Simple Computation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计算 是一个Continue Business的话 那我们说我们 都知道前面我们学的TATP 是从Accounting Profits 经过调整了之后 到了我们的英纳税所得 我们也一直强调过 是说 那么这个调整 它指的期间 一定是Periodical Count PoA 它是你的精英期 是什么时候 就是什么时候 那可能1月1号 12月31号 或者是任何时间都可以 但是我们说我们 税法上是有自己的Tax Year 那么自己的Tax Year呢 它就会有自己的 4月6号到4月5号 就是税法规定的 那么我们说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俩不一样 对吧 它俩 那你有可能会让它是一样的 有可能就不是一样 那在不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 它怎么放到这个Tax Year当中 这就是我们这一张 主要学的内容 当然就像我们说 如果你是一个continuing的business的话 那么会在sectionA或者是C里面 就会出一个题目 会显示在这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讲 既然都做到了TATP的话 它一定会要放到Tax Year的 那么就一定会考 所以那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 是 You may have to deal with business in opening 或者是clothing 那么考的比较多的 都会是在这个opening 就是我刚刚开始经营的时候 那么它会有一个period account 它可能是长 也可能是短 那么在那个Tax Year当中 怎么核算 以后怎么核算 那是考试的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 clothing其实考的不多 主要集中在opening和continuing business 就是已经都开始正常了 每一期都是固定的时间 12个月的 然后我们看计算 Taxable trading profits allocating them to tax year 一定会面临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计算出来的TATP 怎么放到Tax Year当中去 然后呢 Must be totally familiar with the rules 就是你必须真的要全部都掌握 那因为它一定会考 所以呢 而且能够apply them in the example 那么these topics may be tested in 15分的question 也可能是10分的question 都有可能 这个确实 因为我们说10分的 那个planning的题目就会有 我们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更好 那也许这个经营模式里面出现的 就是一个第一年就开始经营 然后我们再来看呢 specific points 比如说computing amount of overlap profits 那overlap profits到底是什么 我们会在课堂当中去讲 但是大家也知道 这也是考试的重点 就是像section A的选择题里面 经常就会碰到 它就直接让你算一个 这个overlap profit是多少 那其实要运用的路 也是我们将会讲到的这些路 所以这一章当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一定会在考试当中出现的 是不可能没有的 怎么样又会只不过是简单一点 或者是难一点的问题 考opening业入可能会多一些而已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topic list 就是我们看到的 其实看内容其实就很少 只有三个内容 那一个呢就是basis of assessment 那就是我们讲到的TATP 我们到底怎么跟放到我们的tax year当中 因为它的period一定是不一样的 通常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话 你怎么放进来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commissment 就是最开始经营的时候 和secision的时候 就是close的时候 那怎么样去核算 这个因果税税的 放到这个trading profits 或者是我们叫taxable trading profits 当中去 那么再有一个问题呢 是一个简单的planning的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去选择这个counting date 那通常我们说这个tatp 它是period of account来决定的 就是你的counting date 我们到底是选1月1号啊 到12月31号为止呢 还是我们说4月1号 到这个3月31号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4月30号呀 我们到底是选什么时候更好一些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缺点 一定没有说绝对好 它一定是具有这种选法 会有这种选法的好处和坏处 另外一种选法 也会有另外一种选法的好处和坏处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主要就是这三个topic 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 那就是recognize the basis of assessment 就是我们说 在text year当中 我们到底要把多少的 这个intatp放到这个text year当中 是不是就是十二分之多少放进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basic period 在最平常的这些period当中 我们说它其实用的一个方法很简单 叫use to link a period of account 就是我们会计上所讲的这个会计期间 把它放到text year当中 broadly 最普通的一种 就是放进去的一个方法 就是12个月 找12个月 period of account 首先这个period of account 是12个月的 那么再找一个什么 ending in that text year 就是找那个12个月的最后一天 落在了哪个text year当中 那么我们就在哪个页当中 核算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有一个ending 而且确实它的精英期 必须是一个12个月的 你不能精英期是长或者是短的 这不行 我们以前在大纲当中有过 长或者是短的怎么办 但是现在没有了 现在我们在regular 就是going concern的基础之上 一直在continuing business的时候 它的精英期都是12个月 那么这个12个月 我们说你一定要看 这个period of account是12个月 然后在这确实有ending 那我们就放到1920 或者是这个text year 有ending的那个text year当中 就核算 它有一个名字叫current year basis 我们简称叫cyb basis 就是这样的 其实日常的情况下 就是你已经经营了很长时间了 那么通常的情况下 就是在这一年当中找ending 然后去找它的精英期 就是我们讲的会计上的这个会计年度 正好就是12个月 那么计算出来的 我们调整过后的这个tetp 就直接放到这一年 作为trading income 进行个人所得税核算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text year 就是我们说的 它是4月6号到4月5号 那么绝大部分的business 它的这个period account 往往都不是在这个时候 对吗 绝大部分它可以自己选 那么我们说必须要有一个rule 去link这个period account和tax year 因为我们说我们的tetp 我们在讲它的时候 特地强调 我们说不讲tax year 因为它完全都是跟period account 连接在一块的 就是你的精英期 是你自己定义的精英期 是多长时间 然后你就从accounting profit 调整到我们的英纳税所得额 然后我们得到了 这个英纳税所得额之后 我们在想办法 放到tax year当中去 那放的时候也非常简单 有没有ending 有 那我们说就取12个月就可以了 你的精英期正好就是12个月 直接就放在这个tax year 就是youending的那个tax year当中 作为英纳税所得额 和算个人所得税 那我们看general 就是我们说的 basis period of这个year 就是ending in thetax year period account end在那个地方 那一年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这个方法我们也特地叫 强调 它叫cyb basis of assessment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要知道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也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12月31号有ending 那我们看1920 这个tax year找ending 是2019年的12月31号 那么 那么之前正好它的精英期都是12个月 那我们就把这个 因纳税所得放进来就可以了 就把这个调整过后的tatp放进来 就可以了 放到1920这个tax year进行核算 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在going concern的情况下 就是在一直经营的时候 每次你的经营期都是12个月 都是12月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这样一个处理 那我们看general rule does not apply in the opening 或者是closing year 对于刚刚开始第一次经营 那么我们今年 我打算自己开一个小店 那么这是第一次经营 把它叫做opening year 那它是不能用这个root的 还有一个比如说 我开了这个小店之后 到一段时间 我觉得经营不下去了 我就关门大吉了 那一年也不能用这个root核算 所以特殊的就是在这两年身上 那我们看一下 那么same rules apply to link period account to take the year regardless 不管你用的是normal crew方法 还是用cast basis的方法 计算出来的tatp 全部都是用这种方法 去放到我们的tax阶段中 这个是没有分别的 不管是用哪一种核算方法 进行accounting的核算 我们说这个是不管的 所以它是两种都使用 那我们当然主要就看特殊的了 因为regular的就是12个月 这个ending 在哪一个tax阶段中 我们就在哪个页的页核算 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考试的主要的一些地方 就会集中在特殊的commission 和secision decision很少 那么大部分一定都是考到 这个刚刚开始的 我们叫opening year 就是你最开始经营的那一天 那个tax year 那这个year也指的是tax year 它的入和核算的入 和我们的以后的时间 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核算的 first attack year 那首先你要知道 哪什么时候是first attack year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你 开始经营的那一天了 比如说这是4月6号到4月5号 那就是首先你要定义谁是first year first year非常简单 就是你哪天开始的 所在的那个tax year 就是first year 所以这就是first year 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对于 以后的这种核算的话 都找ending的那一天 然后去指导它放在哪个tax year当中核算 第一年不是 第一年要找到它刚开始经营的那一天 就作为它的first year 所以我们看呢 first year of tax year of trade 我们用的方法叫做 actual profits of the tax year 那么对于第一年 那首先你要知道谁是第一年 对吧 找到了第一年之后 我们用的方法不叫CYB business 它叫做actual profits business 我们要找真实的这个TATP 也就是调整过后的这个profits 在第一年当中核算 但是第二年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第二年 那basis period is either the first 12个月 或者是12个月 to accounting date ending in year two 那我们后面会去解释 第二年为什么会出现 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况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actual profits 从4月到4月 也就是说4月6号到4月5号 这是第二年 所以你看那这是第一年 那么这下一年就是第二年 所以就相当于是在 你刚刚开始经营的时候 第一年的核算是特殊的 第二年的核算 也可能是个特殊的 当然有的时候 甚至到了第三年 还会是特殊的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第一年 它怎么核算 叫做actual basis 第二年 它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那么还会有第三年的情况 那么在之后就不会有了 因为在之后都是CYB basis了 除了clothing的那一年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first year 就是说的第一年 那我们刚才也讲了 首先你要知道谁是第一年 就是你opening 就今天开业大集那一天 所在的text year 就是first text year 这是你先要找到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basis period for the first text year runs from the date of trade 就是你刚刚开始经营的那一天 starts to the next 4月5号 那什么意思呢 这就叫actual basis 我们看这是4月6号 到4月5号 比如说这是19 这是20 那我们比如说就是 2020年的1月1号开始经营 那么我们说先找first year 那first year肯定是1920 这是你先要找到的 这是first year 对吧 你要找到了 它之后我们说用的basis是什么呀 叫做actual basis 那么actual basis又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了这个profit 从第一天开始 到离它最近的4月5号 那其实就是从这 导致 我们取出来的这段的TATP 放到 1920去核算 那也就是说1月1号到什么 4月5号 2020年的 离它最近的那个嘛 那你怎么办 那你需要把这段给我找出来 因为经营期并不一定说 从这正好就经营在这 period of account可能会比较长 那也可能比较短呢 那就经营了这么一段 但不管怎么样 你得把它和它的找到 原则就是这样 它用的就是actual basis 所以我们看 for example a trade commencing business 它是在6月1号 比如说2019年的6月1号 然后呢 will be taxed on profits arriving from 6月1号 到第二年的4月5号 在1920 tax year 就你先要找到第一个tax year 是哪一个tax year 第二要找到开始的那一天 到离它最近的那个4月5号 这一段的profit 我们就把这一段的拿出来 在第一个tax year当中 放到trading income 进行这个个人所的税的核算 那么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 你需要去找的 你需要把它找出来 因为你真正的经营期 period account并不一定是 从那天到4月5号 那可能是长 也可能是短 也可能会更长 对吧 那我们需要把它找出来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年 第二年 我们说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那么三种情况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会有三种情况 我们先来看 accounting date falling in the second tax year at least 12个月 也就是说我们到了第二年了 第一年因为最好算嘛 第一年就是从开始 想办法的把这段找出来 离它最近的这个4月5号 那比如说这是192021 那么第二年我们看 他自己的period account 他正好就落在了第二年 结束了对吧 他比如说就经营了12个月 比如说很简单 他从这天开始经营 经营到了这天 1月1号到12月37号 正好就落在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ending 落在这 而且我们看往前数的话 至少经营了12个月 也就是他的period of count 至少是12个月 after the start of trading 至少经营了12月 当然有可能还会长的 有可能长 那甚至有可能更长 到这了 都有可能 那么如果是长于12个月的话 我们看 这个basis period is the 12个月 to that accounting date 你不是在这有ending吗 好 那我们说 往前数12个月 你不是在这有ending吗 那我们就往前数12个月 数出来12个月的TATP 总之我们要找到的 就是12个月 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 就是有ending 而且我ending往前数 又是多于或者是大于 等于12个月的 那么我们就从ending 往前数出来12个月 放在第二年 作为应纳税数的核算 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二年的一种情况 那我们看 如果accounting date falling in the second package 落在了第二年 但是往前数 我们发现 它是少于12个月 那这个也很正常 就像我们说 这是 1920 小了点号21 那么说 他正好在这经营了8个月 这也很正常 我在这有ending 那么在2021这个tax year当中 有ending 因为这是第二年 可是我往前数的时候 它小于12个月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法 看 the basis period is the first 12个月 of the trading 那我们只能从这 因为正常情况下 它以后就正常 都是12个月经营了 因为它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短一点 到后来 它可能就会正常了 那我们看怎么办 我们要凑出来 一个12个月 从头往后数 那别的时候 你看刚才的情况 是从后往前数 因为它够12个月 但是现在你从后往前数 数不出来 像我们从这往前数 数不出来 那我就从头往后数 12月 那这个时候 当然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我正常有一个 8个月的tattp 对吧 1 那我还得再加出来一个什么 12分之四 因为这后面是12了 12分之四之后的tattp 那就是tattp 它一定要凑出来一个12个月 那就是8个月 再加上一个4个月 把这俩加在一起 变成一个12个月 这就是第二年 我们说第二年 它可能是凑出来的 第一年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第一年 叫actual basis 就从经营的start那天 到离它最近的4月5号就行了 当然它也是取出来的 它一定也是取出来的 那你可能也正好 就经营到那天也可以 所以这是我们会看到的 第二年的第一种 第二种情况 那么当然还会有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呀 根本就没有accounting date 落在第二年 那就像我们说是什么情况 它经营的非常长 第一期 它的经营期非常非常的长 这个period of a count 它很长 比如说我们说是从 这个3月1号开始 一直经营到了这个时候的 比如说4月30号 都跨了一年了 跨了一个很长的 甚至都中间跨过了第二年 这是第二年 这是第一年 这是第三年 落在哪了 落在第三年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看很简单 我们就是取4月6号到4月5号 那比如说 这经营了15个月 那我就从15月当中 取出来12个月 因为没有ending 也没办法往前找 往后找 那我们就从4月6号到4月5号 所以我们看 because the first period count is very long one 非常长 does not end until a date in the third tax year 它都ending在第三年了 那么第二年没有ending 我们怎么办 basis period for the second tax year 只能是他自己了 4月6号到4月5号 也没有其他的方法 所以这是我们 三第二年的时候 会出现的三种情况 但其实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除了第一年 它是可以少于12个月的情况之外 剩下正常的情况下 都是什么 你的想办法给我凑出来12个月 如果你看像我们刚才 第一种情况就是 它长于12个月 我就从后往前数12个月 第二种情况就是 我从前往后数不出来12个月 那怎么办 我从后 我从ending往前数 数不出来12个月 那我就从前往后数12个月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根本就没有ending怎么办 那我们只能去4月6号到4月6号 但总之 都是按照12个月进行核算 其实以后都是这样的 那么除了closing closing 那它也不一定是12个月了 除此之外 剩下的年 tax year当中核算的 一定都是12个月的thtp 这是第二年 所以我们也是简单的来看一个图 这是一个flow chart 就是你在判断的时候 那相当于是会有一个tree 我们怎么来判断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看 their period of a count ending in第二年 首先你要判断的就是 第一年我们说很好判断 第一年不用判断 因为第一年就从start到这一天就结束了 取出来这么长就可以了 那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先要判断一件事情 说有没有ending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就看看基因期是12个月 短于12个月 还是大于等于12个月 就是how long is the period of a count 也就是你的基因期到底有多长 就像我们说 从这儿有ending 那你这儿是多长呢 how long是指着这块 是指着这段 你的period of a count 是多长 那它可能是大于等于12 那它可能是小于12 如果是大于等于12的话 那很好办 往前数12个月 那如果要是小于12的话 那我就从头往后数12个月 所以它俩总之都是要凑成12个月 所以我们看 如果小于12个月的话 那我们就从头往后数12个月 那如果是大于等于12个月 那我们很简单 就是ending往前数12个月 这就是第二年进行核算 如果第二年我们看没有ending 连ending都没有 太长了都跨过第二年了 那我们看只能去 4月6号到4月5号了 只能取这一段 没有啊 没有ending 那我们只能从这里面取出来12个月 所以这是第二年 我们考的往往比较多的都是第二年 第一年和第二年 那么第三年考的很少 因为第三年能找到ending了 没有说长到连第三年都没有ending 没有这样的 那么说都能找到第三年就会有ending ending的话 其实就是往前数12个月 简单看一个例子 period of account 12月或者是more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比较好办的情况下 就是在这个第二年有ending 而且ending了前数 它是大于等于12个月的 那也就是说我的poa period of account 它是大于12个月的 那我们看John started trading呢 是从2020年的1月1号 那我们看就从这开始的 这是2020年的1月1号 首先你要知道它的first attack deal是什么 那first attack deal我们当然一定是1920了 对吗 因为它起点就在这 所以这一定是1920是它的first attack deal 那么2021就是什么呀 它的second attack deal 这就是second 那么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一个问题是说 那就要看这个ending往前数 能不能数出来12个月 如果能数出来 那我们就取出12个月就行了 所以我们看那它正好经营了就是一个整整很好的12个月 所以它到了下一年的这个2020年的12月31号 1月1号到 我们这1月1号到这正好就是一年12个月 好那么第一年我们的核算的方法其实就是什么 actual basis 第二年就是有ending往前数12个月 正好就是一年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看 1920我们tax profit就是从1月1号到离它最近的4月5号 那其实我们所谓的4月5号你就当它是3月31号 我们不会让你去看所谓的这个4月1号 4月5号就当它是3月31号 就是不会再去取那几天了 那五天就不取了 我们就取整月 所以整月就相当于是三个月 那么我们看text year第一年 201920核算的是什么呀 就从2020年1月1号到2020年的4月5号 所以我们取出来了整个那一年的tatp的什么 十二分之三 放到1920进行核算 放到1920进行核算 那么再来看第二年 第二年其实就是2020到2021了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period account有没有ending 有 那么正好是2020年的12月31号 是Andy 那么往前数 可不可以数出来12月 No How long is the period of account 12月 好 那么既然是12月 那么就取整好12月就行了 所以你看2021年核算的这个tatp 正好就是1月1号到12月31号的经营 所以就是取整出来的这个tatp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1920核算的时候 2021核算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它是十二分之三的tatp 对吧 那其实这个tatp就是1月1号到12月31号的 然后我们看在第二个tech deal当中 2020到2021的时候 它取的又是tatp 又是这个12个月的 现在你就会发现被重复征税了 这个就叫做overlap profit 因为重复了 就把tatp12月被征了一遍 然后那三个月 最开始那三个月又被征了一遍 重复征了一遍的这个三个月再 所以我们把这部分就叫做overlap profit 考试当中它会让你去找这个overlap profit是多少 所以这是我们会看到的 像这就出现了overlap profit 这是我们看正好第二年有ending 而且往前又能凑出来12个月的情况 再来看一个情况 就是有ending 但是往前数不够12个月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怎么办 Janet started to trade 在2020年的1月1号又是一样的 我们看也是 它是1月1号开始经营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 第一个tech deal是谁的 知道那一定是1920 不用说 那么到2021的时候 也是要看有没有ending 看它经营了一个非常短的 一个六个月的经营期 这是它最开始经营的时候 非常短 2020年的6月30号到这就结束了 2020年的6月30号 所以你看它只经营了一个六个月的 好六个月的话 其实第一年非常好办 第一年我怎么都是取这么一小段 对吧 取1月1号到离它最近的4月5号 其实就是三个月 那我六个月取出来 三个月去经营 就可以去放到1920核算就行了 现在问题出现在了2021 我们看20到21的这个tech deal 有没有ending 有 往前数 数能不能出来62个月 出不来 往前数只能出来6个月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只能从前往后数6个月 也就是说正常的一个6个月的第一次经营 再加上下一次12月的6个月也拿进 但总之是6加6 你要够想办法凑成12个月 我不管你怎么凑 你是从后往前数 能数出来 那就很简单 数不出来 那就从头往后数 数出来6个月 所以你看到了第二个年tech deal当中 实际上他还要去取下一个 POA的十二分之六出来 要取出这个十二分之六出 我们看第一年很简单 2019-20 tax profit就是从2020年的1月1号到离他最近的2020年的4月5号 所以我们看六分之三 这个TATP1 我们可以把它叫TATP1 对吧 我们肯定是核算出来 这是TATP2 这是核算出来 考试的时候很容易在这出 就是第一个是个短的 因为他还结合着谁就考了 就是我们的Capital Lawrence 记不记得在那个经营期是个短的的时候的那个Capital Lawrence 不管是AIA还是WDA他都会受到一个十二分之N的限制 所以你看他就会结合在这 然后同时考完了之后 你把TATP调整出来了 他是六个月的 然后他就会让你面临着在哪个tech deal进行所得税合算 因为那个中和体大体就可能是一个所得税合算 这个在考试当中非常的常见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直是给别人打工 但是今年呢 比如说在1920这个tech deal当中 他决定是说从比如说从这个 这个1月1号吧 或者是任何一天 中间的一天 或者是这个3月1号 按理为哪一天 他就说我打算辞掉工作 然后我要自己开一个经营 然后他的经营期是一个六个月 第一次 所以这就结合着这道大体里面 你会看到他有employment income 当然他会有taxable benefits 那么还会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这个trading income 那这个trading income实际上取的就是第一年 就是我们说这个第一年 取出来了 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所以这是第一年 第二年的话 那我们看 period and counting ending有没有 有 刚才说是有 但是how long 有多长呢 不好 他是小于12个月的 那怎么办 那我只能 tax profit of first 12个月of trade 从1月1号到12月31号 他是有两个TATP组成的 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六个月的 最开始的那个短的的一个TATP 再加上一个十二分之六的 第二个TATP 凑成一个 12个月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又出了问题 会有overlap profit 首先刚才那六分之三就被overlap 因为你看这六个月 在第二年已经核算过一遍了 对吧 那其实这六个月 也会被重复核算 因为到了第三年了 我们说就是什么了 就是有ending往前数12个月 那么这12个月又被核算了一遍 所以又overlap了 六个月 那就是有一个六个月也被overlap了 这三个月也被overlap了 考试的时候 当然选择题就会让你去算一下 overlap profit的是多少 这是我们会看到的 You may notice that the profit between 2020年的1月1号到 这个4月5号的这段 在2019 1920TATP当中核算的话 它被核算了两次 1920核算了一遍 2021又被核算了一遍 因为什么 basis period for 这个these years overlap 对吧 它会重复了 那么这部分我们把它叫做 overlap profit 那么overlap profit 一定会还给你的 什么时候还 看 relief for overlap profits is usually given when the trade 当我说我这个店关了 再不干了的时候 那么在那一年 那个taxia当中将会 你就会将会获得release 你会获得一个叫overlap profit的release 那一年你的应大税所额 就可以减掉我们的这个 第一年产生的overlap profit 它是可以减掉的 但是其实在中间也是可以减的 那是在我们的以前大纲里学 但现在不学了 在我们现在的大纲当中 只有在secession的时候 可以减掉这个overlap profit 你就记住就行 其实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事实 还会有其他的选择 我们大纲当中 只是这一个 那我们看看例题 再看一个就是 no period of account ending in the tax year 很不巧 经营的时间非常的长 那么第二个tax year 都没有ending 一直到这了 那么一直到这我们怎么办 Jody started to trade 是在2020年的3月1号 他离这还是比较近 其实他就是经营了相当于只有一个月 在第一个tax year当中 first year 对吧 second的话我们看他就没有 看因为什么呢 他经营了一个非常长的是四个月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了2021年的4月30号 之后跨过了这个4月5号 那么说他非常的长 第二年找不找到 找不到 那么说找不到 你就要从4月6号到4月5号 那也就是从14个月当中 过去出来12月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也提到了说第一个年 第一年最好找 2019到20 就是start的那一天 所在的tax year 就是第一年 那么从那一天开始 到离他最近的4月5号 所以就一个月的时间 十四分之一取出来 因为tpp只有一个嘛 就是那个非常长的 14个月的ttp 你选择的就是这么多 那你从会计利润 到因纳税所得调整出来的 肯定也是个14个月的ttp 所以那我们说取了 十四分之一放在了txt1 第一年进行核算 第二年我们看 问了有没有ending 没有 period account的ending 第二年没有 那怎么办 那我们只能取出来的 就是2020年的 4月就是 我们只能取2020年的 4月6号到4月5号 2021年的4月5号 那就十四分之十二取出来了 十四分之十二取出来了 那么第三年我们说 第三年很好办 有ending往前数12个月 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 又有被overlapped process 都会有的 通常情况下 除非你就是整卡的 就是这个我们的taxi 那它确实没有 否则的话 一般都会有的 好我们看 第三年 那第三年其实更好办 第三年就是找ending 往前数12月就可以了 我们看 那么 there is an accounting date falling in the second tax year 如果在第二年有ending的话 那么其实第三年 都叫CYB basis了 对吧 CYB basis是什么呢 不是讲过了 我们最开始就说 它是有ending往前数12个月 所以我们看 第三年12个月 period account ending in the third tax year 这是在第二年有ending的 那第二年没有ending的呢 那第二年没有ending 我们就从第三年ending 往前找12个月 so there is no accounting date falling in the second tax year 没有 就像我们说 那个特别长的 那从这到这了 第二年没有ending 那都做到第三年了 那么也很好办 第三年往前数12个月出来 我们看 也是一样 那么 Basis period of the third tax year is the 12个月 to the accounting date falling in the third tax year 第三年找ending 然后往前数12个月就可以了 总之 其实你要记住 我们除了第一年 不是个12月的核算之外 剩下的每一年 都是个12月的核算 好 例题也是看一下 accounting date in second year 也就是说在第二年 有ending 就像我们说 是这种情况 有个ending 然后又到这 又有一个ending 那这个就好办 CYB第三年 William starts to trade 是在2019年的 有的时候这种 10月1号 画图呢 是非常容易 能够做对题的 因为他其实画图 非常的clear 那这就是我们的 1920 21 然后22 tax year 对吧 那么第一年 我们说非常简单 就是10月1号 到离他最近的 4月5号 she made the taxable profits 是9000块钱 for the first nine months 所以他前面 是个9个月 第一次的一个TATP 是个9个月 它是个9个月的 那你就会发现 落在这的9个月 怎么样 往前说数不出来 那怎么办 那我就只能从头 往后数 所以第二个年 他就是想办法 要凑出来一个12个月 然后我们看 那他经营到了 一个6月30号 在这 6月30号 那每一年 其实以后 都是到6月30号了 所以他会有一个TATP2 TATP2是一个正常的 就是个12个月 那么这个3万块钱 for the year ended 2021年的6月30号 然后我们看 TATP for the first 3 tax year 就下面的这些情况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像我们说 第一年最简单 9月要找出来 属于这一小段了 第二年没有ending 就从头往后 给我数出来12个月 我们看第一年 当然就是1920 首先是first tax year 这个你要判断出来 对吧 哪天开始的 所在的那一个tax year 就是第一年 2019年的10月1号 到离他最近的 这个4月5号 是我们看 9月我们取出来了 6个月 9分之6 所以9000块钱 我们取出来了6个月 所以你看这个tatp1 被核算过了 一个6月了 2020年的 2020到2021 这个tax year 就是第二年 这是second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没办法 有ending吗 有 往前数 能不能数出来 数不出来 那么怎么办 我们只能凑 所以从头往后凑 10月1号 到第二年的9月30号 我们看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八个月的 这是一个九个月的 那么只能再加上 一个三个月的 然后再加上 一个三个月的 从下一个tax year当中 下一个peer的 看他取出来三个月 就那三万块钱里面 取出来三个月 所以我们看 16500 所以你会发现 这六个月被重复了 对吧 这六个月你看 这9000块钱当中 六个月在第一次 核算了一次 在这又核算了一遍 所以overlap profit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6000 但是你要再往后下看 你会发现什么 还有一个 这个这三个月的 也被overlap 为什么 因为第三年 怎么找 第三年很好找 有没有ending 有往前数12个月 那正好就是poa CYB basis 对吧 CYB basis 那么就是三万嘛 所以你看三万的 三个月被核算了一次 9000的六个月 被核算了一次 所以两部分overlap 不是只有一部分overlap 两部分overlap 一个是这6000 一个是三万的 十二分之三 你考试的时候 他问你overlap profit 是多少 你都把这两个都找到 要把三年的taxia的情况 都找到 你才能发现 原来不单单只是 那九个月当中的 六个月被overlap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第二年 没有accounting data 那没有accounting data 就像我们说的这种 太长了 那么他其实核算的 其实也叫actual basis 那你看他也是actual basis 这就不是 往前数12个月就行了 但是一定会有overlap profit 看一下T start to trade 是在2020年的 3月1号 一直经营到了一个什么 经营了一个16个月的 它更长 一直到2021年的6月30号 很长 所以这是一个16个月 那也是先要找到 第一个taxia first很好找 1920 这天在哪就在哪 这天在哪就在哪 所以他也告诉你了 profits是36,000 然后你看 分别看到 一二三taxia 这三个taxia的一个 被核算的一个情况 因为要放到 英大随所得网 你要进行 这个个人所的随机算 所以这是第一年 不用说 因为是start day 所在的那一年 taxia 那么从那天 经营到离他最近的 4月5号 取出来就可以了 那取出来的是 十六分之一 就一年 我们说就是以 三月三 核算到整月 不要看天了 就到整月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看2250 第二年 有没有ending 没有 没有 怎么办 那我就只能 4月6号到4月5号 所以我们看 十六分之十二 我们取出来一个12 三分六取出来一个12 那就是两万七 第三年 有没有ending 有 第三年有ending 往前数 能不能数出12个月 能 那你就给我取出来 12个月 所以我们看 十六分之12 取出来了 又是多少 两万七 被核算了一遍 overlife profit 是多少 那我们看 这种情况 怎么算 正常就应该核算 十六个月的 对吧 我只有十六个月的 profit 但是被征了几个月 1加12 再加上一个12 减去16 这就是overlap profit的月份 就这样去找 因为你看 这个16个月份 一次 12又增了一次 12又增了一次 那我就把这个24 再加上125 减去16 就是被overlap的profit 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一个 核算的一个方法 那么大家就知道 是说不管是 第二年有没有ending 其实你都能够找到第三年 因为从第三年之后 通常都是ending 往前数12个月 ending往前数12个月 就因为第二年特殊 它有的时候有ending 但凑不成 那你就想办法 从头往前往后凑 那么还有情况 根本就没有ending 那我们也是想办法 拿出来12个月 总之你不能说 第二个年我不核算 这是不行的 那么当然就会有 last text year 也就是说最后一年 那其实最后一年 它其实很简单 最后一年 比如说正常 我们说这是最后一天 找到的那个text year 就是last text year 所以你判断 first text year 和last text year 都很好 first就是start的那一天 那么end的那一天 就是last 找到了它之后 然后你就看上一次 被核算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 那么看也许是这样的 上一次是在上一个text year当中 它经营了一个正常的12个月 那为了解数 它可能也经营了一个短的 但不管怎么样 你在这个 比如这又是1920 它其实很好 你在1920 你就找这一小段 再加上这段没有被核算的 那其实就是从上一年 1819 text year被核算的那一天 一直到最后进行的结束 就会放在最后的那一年当中 所以我们看 for last text year accept the year in which the trade cc 除了cc的那个 正常的那个 正常它就是cyb basis applies 那么剩余的部分 我们再把它也拿出来 放在最后一个text year行中核算 那你看正常的 它不是cyb吗 你得把它加上就行了 所以我们说 其实你不用这么看 你就看上一次 核算到哪一天了 就从这天往后 就到ending这天就行 所以我们看 那么也是basis period is the 12个月 period of account ending in that text year 如果它正好就是12月的话 那你当然就去12月 那如果长的话 那你对吧 那就从上一次 继续取到这一次的ending的这天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Peter commenced trading 是在2015年的9月1号开始的 那你首先要知道 第一个text year是什么时候 那第一个text year是1516 对吧 然后我们再往下去看 准备它的accounts 每次都是到4月30号 那一定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年 第一个period account 一定会是长或者是短 所以我们看 它是2019年的 2015年的9月1号 到了2016年的4月30号 它是一个短的 那后来就正常都是12月 都是12月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 第一个text year 第二个text year 就用这种方法算呗 也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那也是第一年最好办 第二年从这往前数 有没有12月 没有就从头往后数 反正你的想办法 给我出了个12月 然后就是正常了 都是CYB 所以它分别给你了 每一年经营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就来看 第一年一直到1920 第一年是actual basis 从开始那天 到离它最近的4月5号 7个月 8个月里面取出来了7个月 所以说7000块钱 放到了1516的text year 作为trading income 在当年计算的个人所得税 1617 那么我们说有没有ending 有 往前数 能不能数出来 数不出来 数不出来就从头往后数 所以我们看8000再加上一个 一个8个月的 再给我加上一个4个月的 给我凑出来 对吧 凑出来了之后 那么凑完了 第三年有没有ending 有 那有ending往前数 是不是12月 正好是12月 那我们就按12月核算 所以也出来了 所以在这儿 你要找到overlap的profits 一个是这7个月被overlap了 还有是不是这4个月 也被overlap了 对吧 因为你看这下一次 就12月全核算 所以这4个月被overlap了 这也被overlap了 被overlap了一个7分之7 和一个4分之12 在以后你看都是正常的 在以后都是12个月 所以在以后的都叫CYB basis 对吧 都叫CYB basis 那么ending在那个tax year 往前数12个月 就是12个月的经营期 那么它的tatp放进来就可以 那我们再来看呢 final year final year是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close那一天 那么刚才讲完了first year second year和正常的这个年份了 之后就是final year final year就像我们说了 final year你就找呗 在这儿close了 往前离它最上一个年度的 那个被核算过的那一天 一直到我们close的这一天 所以final year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trade starts and the same tax year 那这种是非常极端的 就是怎么样 就是刚开了两天 同在一年 1920 tax year 同在一年怎么样 刚开业就关门了 开了几个月就关门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 那这就是这点核算的 那就剩这点了 也不分什么first year 什么last year second year 都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种很极端的情况下 就是那年tax year刚开始 经营两天就结束了 那么再有呢 如果final year是第二年 也是经营的挺转的 倒是跑到第二年了 那我们看 basis period runs from 4月6号到 at the start of the second year 到the date of decision 那这个可以理解 那都actual basis了 它就经营了 跨度了两个tax year 这都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我们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你看那这就是什么 这算了 这是first year 那么这就当然是second year 还往前往后找啥啥 也找不出来 对吧 还怎么找了 也找不了 所以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下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说什么 final year都是 如果是第三年 或者是以后的年度的话 我们说basis period 都是从end of the basis period for the previous tax year 就是你上一次核算的时候的 那个end 一直到date of decision就行了 所以这个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就像我们刚才也画了图 对吧 那么正常以前都是这样经营的 可是这块我到这 停了 不干了 那么它被核算到 比如说这是1920 2021 那我们说2020 当然就是final year了 那就不能再往前往前数12月了 不能这么找了 就从它开始一直到这一天 全部都核算在final year里面 就像 所以final year也不叫CYB basis 只有中间的那对 就叫CYB basis 好 来看一个例题 就是H 那么has been trading 2004年的时候就开始金银了 然后它到2020年的3月31号的时候 就比较不干了 所以它有一个很长的 它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年 那你要对每一年的情况就有关系 尤其是在最后一年 那首先你要知道最后一年是哪一年 最后一年一定是1920 因为是 这是end的那一年 开始的那一年 你要看2024年 2004年什么时候开始 对吧 它的results告诉你了 分别都是到这个12月31号 告诉你的171819 现在其实就让你核算的是最后的tax year了 final tax year你都先找到 它是1920 所以我们看period的end呢 一直到了 它正常的经营期都是到这个12月31号嘛 所以说 那你看 就是我们说它正常的情况下到12月31号 唯独最后这个tax year的时候 它又经营了一个小的很短的这段时间 那我们说1920核算的 那就从这一直到这了 也没有什么CYB business了 就从上一次被核算到这个地方 一直到我们说end的那一天 show the taxable trading profit for the last three taxes 让你列示出来最后三年的情况 那么最后三年我们看 那就是171819 1819和1920 因为1920是ending了 那么这两个都还是正常的CYB basis 有ending有往前数12月 它执行期正好就是12月 所以我们看 那分别核算的是这两个 最后的这个1920不是 1920的话还要再加上这三个月的 就是一个正常的 从上一次被核算的时候是2019年的 一直到上一次2019年12月31号 那我们就从2019年12月31号 18年2019年的1月1号 上一次被核算的时候是2019年的1月1号 一直到12月31号 再加上一个这段短的 是我们final tax year的 是25000 有的时候我们说在整个的考试当中 考opening year考的是最多的 CYB basis呢就是简单一点的 那么大多数情况考的都是opening year overlap profit我们刚才讲 它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因为opening year入存在和second year 它的特殊的核算 才会导致会产生 有一些TATP 它是会被核算两次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重复征税 重复征税我们也讲了 只有在secession的时候 你是可以获取到reliefs的 所以看 overlap profit relieved when the trade ceases 只有在这个时候 那by being deducted from the final year's taxable profits 从final year's taxable profits当中把它减掉 any deduction of overhead profits may create 或者是increase一个loss 因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一个减项 而且是必须减的 所以它可能会使final tax year的那个核算 会产生一个loss或者是增加 本来就是个loss 那就是会增加loss loss会更大一些 那不管怎么样 反正那个时候你就给它减掉 出货数也是很正常的就可以了 看一个例题 jenny trace from 2014年的7月1号 一直到了2019年的12月31号 那你看它就是整个在它的这个 经营的这个生命周期当中的 从第一年到最后一年 我们能看一下它的情况 先看第一个 第一年它就经营了一个非常长的 所以首先呢 你要判断它的tax业 那一定是1415了 那么这个也是什么 1920了 所以你要把first tax year和final tax year 想要找到 然后再去看中间的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年 其实最好核算就是什么 就是7月1号经营到 离它最近的那个4月5号 第二年就是看有没有ending 有ending往前数12个月 之后都是CYB basis了 最后一年又不是了 最后一年就是早secession的那天 一直到追溯到它上一次被核算的 那个最后一天 就这么长 然后不要忘了要减掉overlap profit 所以这块你要知道overlap profit是多少 才知道在最后final year 我们可以减掉多少 那我们现在计算 让你计算taxable trading profits to be taxed from 201415到201920 这是它整个的life cycle 就是它经营的这个life cycle overlap profits呢 我们看也是要劣势出来 然后让坎能够在什么时候会抵扣 一定是在最后一年 也就是1920tax year 那我们就一年一年来看 那1415最简单 第一年就是从经营开始 离它最近的4月5号 所以经营了14个月嘛 那我们就取出9个月就可以了 9个月 所以我们看这4500 那这3500肯定是会被重复整税的 不用说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了第二年 这是第一 first 这是second 那么second我们看有ending吗 有 ending在这儿呢 8月31号 你往前数能不能数出12个月 能 数的还多呢 14个月 所以我们取出来一个12个月 对吧 这12个月我们要来争一下 所以你看被overlap了多少呢 你看12加9减14 对吧 正常情况下 你就应该被核算出来14个月 但是第一年被核算了9个月 第二年又被核算了一个12个月 12加9减14 就是overlap profits 剩下的年份都是正常的CYB 剩下的年份都是有ending有 往前数12月 找 那有ending往前数12月 最后一年不是了 最后一年什么呀 比较长了 有一个正常的ending 还会有一个 cecision不干的那一年 那我们要从上一个 离他就是上一次被核算的那一天 一直到end的这一天 所以18年的9月1号 一直到end的这一天 12月31号end 那么就是一个正常的12个月的 再加上一个最后的那个短的 那么一小段 这不要忘了看 减去overlap profits 那这个overlap profits是怎么来的呢 这7个月怎么来的 就是我们说的12加9 减去14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这个7个月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profits是会被overlap的 你要知道怎么算 像这种 你看本来我们就仅 我们应该被核算的就是14个月 但是被核算过一次9 又会不算出来了一个12 所以我们被核算的是12加上9个月的 减去应该核算的只有14个月的 所以就有7个月的重复征了 他在cecision那一年 或者是在final tax year那一年 才把它可以减掉 得到我们的应那岁所得 那这个应那岁所得 你再去核算就可以 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了 整个的life cycle of trade 但是考试的时候 考他是考的最多的 再就是考overlap profit 也是考的最多的 因为其实你想考到 想考他的话 其实就是考他 更多的是找到overlap profit 那这个当然就有可能出一个 选择题 不一定会在我们section c的大题里面出现 但这儿有可能在section c的大题里面会出现 所以大家也要知道 在哪块可能会被考到 但是如果说这套题比较简单的话 那就是cyb business 一定会碰到trading profits 这个是不用想的 所以这个点大家一定要 我们说这一张这个内容呢 实际上它比较简单 它非常有规律 你只要是多做几面题 这个是不会错的 但是这些东西 也要是多做几面团的 但是这些东西 也要是多做几面团的 但是这些东西